三十多岁的张小姐因为工作关系必须经常憋尿 久而久之却开始憋不住频频跑厕所 常常每十分钟就想小便 无论是跟朋友看电影或工作都很不好意思 原来是罹患了膀胱过动症 一上就隔大概两分钟三分钟又想上 那尿很急它不是一个慢慢来的急 而是突然间来的尿急的感觉 那你去上厕所当然解得出来 但是不是很多 跟我们慢慢脏尿可以脏到三四百四五百 这种情况不一样 膀胱过动一般好发于中老年人 由于大脑神经中枢对尿道阔约肌的控制变差 所以当膀胱一收缩就容易有漏尿感 出现贫尿 急尿 咽尿 甚至急迫性尿失禁 当你有膀胱过动症的时候 更不能憋尿 因为你当你憋尿的时候 对膀胱会产生更大的伤害 所以这个伤害会让它的发炎无法消退 现代上班族女性常有憋尿的习惯 一是建议 如果憋尿的症状过了两周 仍然没有减缓 就可能是膀胱过动 应该趁早就医治疗 重拾生活品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